老師進入我們簡報第16季列之後 我們看一下這個WebDino雲端平台 它有三個 事實上現在如果加上那個WebDino Bit的話 總共有四個 總共四個 但是因為我們沒有用那個設備 所以就沒差 那我們看一下 它目前有三個 首先呢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體驗版 體驗版 那體驗版的話呢 跟我們的模擬器 這兩個都不用註冊帳號 直接進去就可以用了 好直接進去就可以用 這是它的優點 那當然如果你要比較更豐富一點的 你就必須要進到它所謂的 Blackly雲端平台 這個需要註冊 但是呢 它是目前就是最完整的功能 所以 您就可以看您的需求 那一般來講我都會先上模擬器 然後再來就用體驗版 因為這樣對同學來講 它也不用註冊帳號 就直接登錄就可以用 這是最方便的 那首先呢 等一下 我們會先看一下在這裡 認識這個線上模擬器的部分 我在部落格上有一些文章 有介紹 那如果您有空 你再看一下沒關係 那我們現在呢 麻煩各位您先打開 我們中間這個 Blackly模擬器的部分 好從這個地方 那老師您在用的時候 我比較建議各位就是 現在啊 我們網站 最好都是用https 有沒有發現最近 您在從去年開始 您在用這個 Google網頁 只要連到不是htps開頭 上面網址上會寫一個不安全 有沒有注意到 嘿 那個就是有沒有用https s s是security 安全的通訊協定 SSL的部分 那這個地方 您點到之後 在下面這邊 不用mark起來 點到下面就有網址了 有沒有 就可以連過去了 就可以打開 您就會看到這樣的介面 請看您的右上角 您進到這個模擬器之後 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看到一個房子 就是這裡 好這邊就是模擬器的地方 你把它按一下 欸 有一個模擬器的區域跑出來囉 好那 因為呢這樣的區塊 還是有點太小 所以我通常會把它放到最大 就是右上角這個 您可以把它放到最大 我們有最大的空間去做編輯 好最大空間去做編輯 你把它按一下 這樣就進來了 那那個圓鍵在哪邊 你按一下上面 上面這裡有一個圓鍵 有沒有 這裡 上面這裡有一個圓鍵 你把它按一下 好 我站到這邊來 有沒有 我們剛剛的板子一些 圓鍵就在上面了 雖然 不算非常多 但是呢 它其實今年已經有改版了 今年有增加蠻多 連麵包板都進來了 所以呢 這些對同學來講 老師在上課的時候就很方便 你可以先練習 好可以先練習 那環境呢 都跟真實的是一模一樣的 那麼我們現在呢 如果您需要一個開發板 就按著它丟出來 丟出來 這樣就可以了 那 它這邊是屬於向量的圖檔 所以您可以用滑鼠的滾輪 中間 有沒有 這樣就放大 縮小 不用擔心說會怎麼樣 太小 嘿 你 這樣子 滾輪放大縮小 放大縮小 這樣OK 那等一下呢 我們還需要一顆LED燈喔 所以您再把一個LED燈拿出來 丟出來 把它拖曳一下丟出來 那如果 不小心丟錯怎麼辦 沒關係 如果你有多一個 你就按到它 這裡有一個叉叉 你也可以按鍵盤上的Delete 這樣比較快 這樣就可以把它刪掉 那右手邊這一塊如果 已經使用完畢了 你可以再按一下元件 它就收起來 所以按一下會打開 按一下會收起來 OK 這樣 基本的 這樣就有了 好 那有了之後呢 我們怎麼樣把它連線起來 各位老師您看您那個盒子裡面 我們都有所謂的杜邦線 你看您的那個盒子裡面都有這個 有沒有都有這個 有喔 現在不用拿出來 原來老師的還沒有拆 沒有拆就不用再拆了 因為現在模擬而已 他有這個 那我們模擬器也有這個 在哪裡呢 你看一下 你看 您滑鼠滑過去那個 尖端的地方 有沒有發現會亮起來 有沒有 滑鼠滑過去尖端的地方 都會亮起來 滑過來這邊也是一樣 有沒有 都會亮起來 那我們就可以接 不是這樣直接插下去喔 不好 呵呵 欸 那現在呢 開始 接之前要先問一下大家 這個LED燈 老師有沒有發現 有長短角 長短角 啊長短角要怎麼辦 阿看醫生啦 呵呵 開玩笑啦 就是 長短角 長角是什麼 對對對對對 長角是正極 短角是負極 那老師剛剛有 我們介紹開發板的時候 不是有正極跟負極嗎 對不對 那 因為LED燈其實還算省電 所以他不需要插到電這邊 直接用腳位 電的電流就可以驅動它 好 所以呢 你不用說 我一個 接到這種電上面 不用不用 好 這裡呢 我們就拉過來這邊 短角 是在這裡 拉拉拉拉拉過來有沒有 這樣就可以接起來 這樣就有一條杜邦線了 但是呢 如果你覺得這樣接 還是 就是斜斜的 不太方便 它上面這個是可以做旋轉 就這一塊 也就是說我今天這個點到這個元件 我可以來旋轉一下 有沒有 我可以轉到我覺得OK的角度 那不是只有元件喔 開發板也可以轉喔 就看你 你覺得怎麼接 看起來比較好看而已 好 那我現在呢 用這個 好 這個大概270 OK 現在呢 我就用它 這個 拉過來 這一支 我就接在02就好了 這樣OK 好 我就把它接到02這個角位上 那萬一如果你接錯怎麼辦 沒關係 點到它按Delete 點到它按Delete就好了 好 那如果說你覺得 你要整理得漂亮一點 你可以在中間點一下 有沒有多一個點跑出來 你可以變折線 這樣子 好 如果你很堅持一定要整整齊齊的 而且不是只有這樣子 你看右上角那裡 我們現在是用綠色的 顏色可以改 因為跟我們真實的杜邦線一樣 顏色是可以改變的 這樣是不是比較OK一點 好 所以說 你看 你想要用什麼顏色 沒有關係 你就自己先決定好 好 把它接上去 把它接上去 就可以了 那 待會呢 您接好了之後 我們要麻煩各位 把它靠到左手邊這邊 因為待會我們這個畫面要縮小 好 這個畫面要縮小 如果你靠在右手邊 待會縮小之後就看不到 所以你把它拿過去 那知道怎麼拿比較好 你一個一個拿是一個方法 但是呢 你可以不用那麼麻煩 我們在空白的地方 在這些空白的地方 你按住滑鼠的左鍵就好了 空白的地方按滑鼠左鍵 有沒有發現可以一起移動 嘿 這樣比較快 就是你要平移的話 就這樣移就好了 單一元件 你可以按著它搭 但是呢 多個的話 你就按空白的一起搭 然後搭配滾輪對不對 幫大家縮小 所以我先把它縮到左上角 現在呢我再把它縮小一下 右上角這裡 右上角這邊 這邊有縮小 我們剛剛放到最大 再把它縮回來 有沒有 這樣就放在我的可視範圍裡面了 當然如果你覺得這樣還不夠的話 你可以把它在這邊 也可以拖動 也可以拖動 記得哦 您的剛右手邊那個元件 這個要稍微收起來一下 不然你又被占掉一點空間了 好 又被占掉一點空間了 所以 老師這樣模擬器 硬體的部分 還OK吧 都跟你玩真的一樣